已經來到夏天了 雖然很多朋友都在家中彈冷氣 但是對於一些戶外工作 或者戶外活動的時候 有什麼方法抗暑呢? 相信可能很多人都會用 芭蕉蟹來抗暑的 而這條片呢 就是為大家介紹一款 新的抗暑產品了 就是它 來自日本 Franco出的 Lick Cooler Leo 掛頸式冷凍器 不斷爭 Hello 大家好 我從小林校長 大家都知道今天介紹一本新的產品 就是這部Lake Cooler Neo 掛頸式爛動器 其實在我之前的舊片 也有簡單介紹過這款掛頸式爛動器 這次介紹的是它新一代的Model 剛剛在4月20日出的 即是上個月尾的時候出的 我就在日本的樂天網站買了回來 新一代這部跟舊的有什麼分別呢 今年的影片都會為大家對比一下 先來開箱這部Lake Cooler Neo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到它的包裝盒 其實非常輕的 因為你想到掛在鏡頭不能太重 這裡一打開就會見到機器的實物 盒都蠻精緻蠻漂亮的 本來的包裝是OK的 現在就開來看看 說明書 那裡面有些什麼呢 這兩個應該是 調節那個頸部長度的假位 當然就是這部主機 做 看電線 非常輕的 官網寫758克 它的構造是怎樣呢 它這個殼是膠 它最主要的冷凍器就是這兩塊 有兩塊 金屬片在旁邊 這裡來拉 就可以調節它的長度 掛在夾著頸 這裡有個 調節器 這裡有關關鍵 有這個 on-off 另外可以調整不同模式 強弱和波浪 三個模式 這裡就是一個USB插頭 因為這部機是靠外置電源的 內置無電的 你要用一個 尿袋 去給電 這個呢 就是插著電源 就是靠 這樣去供電給它 而官方表示 它5000mAh的尿袋 就可以用到 5個小時 10000mAh就可以用到 10個小時 20000mAh就可以用到 20個小時 那它的原理 那它的原理 究竟怎樣令你去抗暑呢 就是讓你沒那麼熱呢 那它就是靠這個 這個供電給它 然後呢 裡面有個 微型冷藏機器 這樣就 製冷 令到這兩塊金屬片 非常之冷 那你戴上這個 這樣就 涼著你的頸 從而呢 令你感受到 涼快的感覺 那它官方 總統表示 你用了這個 機器的時候 那你那個 人體的體感 的溫度 可以減到 15度 那其實在香港 我就不覺得有什麼人用的 我不知道是 沒有人知道 正點了 那可能 也有一些朋友 真的有舊一款 那我朋友呢 借了 這部 舊一款來 對比一下 那就是 拆出來看看 兩者之間有什麼分別 那這部就是 舊一代的了 那你們看起來 真的 樣子可以 不是太大分別 那都是 一樣 可以這樣 教 兩邊有一塊金屬片 那新一代這個呢 那就是 金屬片呢 那個面積呢 就大一點的 很明顯 很明顯大一點的 另外一個不同呢 就是 舊一代呢 就沒有 那條線上面呢 就沒有這個按鈕的 還有呢 舊一款呢 就沒有教Mode的 強Mode 弱Mode 還有一個波浪Mode 剛剛所說 它說 官網社這個新一度 可以減這個體感15度的 那但是 舊一款這款呢 就減這個體感13度的 那其實我相信 真的用起來那個分別 就不會太大的 這兩道 而舊一代和新一代的 那個使用時間 都是一樣的 那舊的玩家呢 究竟值不值得買新一代呢 那我接下來呢 會進行一個實測 那試一下 那其實我覺得最主要 新舊的Model 最主要的分別就是 新的那個呢 就多了那個Mode膠的 因為據朋友所說 那你其實 你在這裡 量一長時間呢 它日本那個網站 會有麻痺感 即是你 適應了那個感覺 適應了那個溫度 那你就不會感覺到很 突然很涼的那個感覺呢 即是有時候你 沖涼水量 剛剛那一刻 淋下去那一刻 很冷啊 或者海灘剛剛 沖下去那一刻很冷啊 但是浸久了的時候 或者沖涼淋下去的時候 你就不會感覺到很冷的 就是那種適應了那個感覺 那現在這個Wave那個就是 那個波浪Model呢 那其實是 會強 會變回弱 然後再會強 溫度升降升降之下 那你不會長時間習慣了 那它的Wave就是讓你 可以長時間 保持著有那個 涼快的感覺 那實際出來 是不是 那個作用呢 是不是比第一代這個差很遠呢 那個強Model和弱Model 那個Model有什麼分別呢 那條片的稍後呢 都會進行實測的 那現在先來 駁電 開來看看是怎樣的 那它據說 它說 開著了呢 兩秒鐘呢 這塊片就馬上冷了 那現在我就開來看看 看看是不是 兩秒鐘就冷了 那真的有聲了 是冷的 已經冷了 已經冷了 那就是靠這樣 但是上來 現在是強Model 來的 現在就是這樣 那你是感受到 現在已經是冷了 那另外也會實測 它那個電量 是不是真的如它所說 我這個就是 一萬MA 那是不是真的如它所說 可以用了十個小時 那我明天呢 就會出去室內 去實測一下 再給大家一個 實際用家的意見 哇 脫下來 摸摸這條頸 哇 冰涼的冰涼 冰涼 凍冰冰的頸 早晨 那現在即將為這個 NECULA做這個實測 那現在六點多 很早 都不算很熱 一二十多度 那樣 因為我本身駕駛電單車的 你試一下夏天駕駛電單車 都非常熱 那雙說 這東西都幫到一眾駕駛電單車的人 在夏天駕駛電單車 熱日當空之下駕駛車的時候 沒有那麼辛苦 沒有那麼久 那現在又先試一試它駕駛電單車 那之後呢 下一點點跟泰人賽出來的時候 那就試一下 那行山的時候 用這東西 又是否真的幫到呢 那現在 馬上試一下駕駛電單車 好了 現在就戴了頭盔 這樣吧 開一條頸 好 現在就開機 昨天在這裡 好 那好了 現在駕駛電單車了 剛才駕駛電單車的時候 一帶上是非常平靈的 你會感受到是那個頸部 然後是一個涼化的感覺 很冰涼的感覺 剛才之前駕駛電單車 是用一種強模式的 那之前它所說 你戴了會適應了那個頸部 那個皮膚的感覺 它駕駛了十多分鐘車之後 你的頸部那個冰涼感 是下降了的 所以因為這點 它所以就出了這個新的模特兒 就是有這個波浪功能 因為下一輪車 試一試它那個波浪模式 看看是否可以解決到這個頸部麻痺 即是適應了這個感覺 現在摸上去的頸部 其實也是非常之冰涼的 現在差不多凡點 就開始這個態度 都慢慢出來 那天氣就會變得更濃 因為在行山的時候 都會試一試 看看行山油 又對這個東西 有沒有幫助 好了 現在駕駛電單車了 剛才用了波浪模式 令你不會因長時間而沒有那個冰涼感 接下來現在就 看到我了 現在又是行山 試一下感覺又如何 都是在試這個波浪模式 好了 現在又來試一下 強模式 會是甚麼感覺 轉來一次過 再告訴大家 走完一轉山 現在已經來到西環了 我分別試了這個最強模式 和波浪模式 強模式和波浪模式 都跟駕駛的情況一樣 都是你開啟了之後 十多分鐘 頸部的神經感覺 已經適應了 所以冰涼感便隨之以下降 但很明顯波浪模式 會有一陣一陣的涼熱感 感覺到 感覺到 效果是 我覺得是 好過強模式 剛才行山就 烈日當 它真的做到 整個感覺 頸部的位置 真的像冰涼感 但當然不可以說 完全像開冷氣機一樣 背部依然會出汗 而它也要長期盯著你的頸 因為頸部這兩部 你也知道是人類的大動物 其實你凍著血液 你整個人感覺上 是比沒有用這個東西 是涼快一點的 很明顯 我平時走進來 以這個天氣 是 剛才進來也是出汗 但很明顯 汗的份量 是少一點 最明顯是 我平時走進來 內褲也塞了 但這次 內褲也沒有塞了 不用了 很明顯是 有它一定作用 但你可以說 可以完全不涼 到你不會出汗 即是降低你的熱的感覺 這部機器的功效 這部機器的功效 由6時9時開始 使用到現在 這部機器的功效 剛才使用了一半 50% 跟官方所說的 10000MA 這個也是10000MA 10000MA 10000MA 使用10小時 是相吻合的 因為始終這部機器 已經使用了兩年 電池也有老化 稍後我會試一下 舊的效果 看看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我相信 跟舊的和強的效果 就是差不多效果 最後再來一個 大總結 好 現在離開西灣 我們就 上山 又再實測 這次實測 這個 舊模道 是沒有的 舊模道 記得 它是 沒有開關的 基本上 它一插尿袋 就會亮 現在 插一下 一插 一插 就已經有聲音 聽到 也是一樣 非常壞 它宣稱兩秒 冷 兩秒已經感到 涼凍感 冰涼琴 現在 又 實測一下 它 感覺 對比 新一代 有 舊模道 又是 有沒有什麼不同 好 已經走到三四個字 因為它舊模道 就不能調教了 只有一個模式 就等於我們新模式的 NEO的強模式 雖然它官方化社會 新型號 會量個舊模式 兩度 我覺得 帶下去 這兩度 應該分別 就分別不到出來 出來的效果 其實跟新模式 那個 NEO 是 基本上我真的分別 不會有什麼分別 兩種 一樣 差不多冷 但十多分鐘後 便會適應 麻痺了 頸 涼快感 會相對下降 我剛才試過 這個位置 只有一吋 粗 其實你 動上一點 突然就會有 那種冰涼感 不是凍在這裡 凍上一吋 那個位置便沒有凍在 如果舊模式 不能調教 可以自己手動調教 上下左 就是脖子有這麼長 你可以一級級調教 動下去 你便會感覺到 那種冰涼 現在摸這裡 都是涼針針的 現在試出來的結果 就是這樣 舊模式 我另外也叫了 我老婆試試 還有 介紹給我的朋友 也試過 還有其他朋友試過 之後就回家再拍 再補充一下 和大家講一下 總結所有使用者的意見 那來個總評給大家 回到家了 那不知道大家看完 又覺得這部東西 怎樣呢 那現在 再來 給多些不同人 本身是用家 試用過的人 對這東西的意見 那首先呢 就介紹給我 那位朋友 那位的意見 因為他本身是 有 舊這款的嘛 現在是 買了這本新的 用下 那他首先 我的意見呢 就是覺得 新款呢 就比 舊款 靜一點點 而新款所說的 凍多兩度呢 那他就覺得 分別不大 對呀 而他本身最期待呢 就是他那個 波浪模式 那他就說 對這個波浪模式 有點失望 他就覺得 那個 那個頻率 那個頻率 變動的頻率 就是 由凍變低 又變回凍那個 他就覺得 太長了 因為他現在的頻率是 首先 最凍30秒 接著會減一級 又30秒 接著再減一級 變成平常的弱模式 那就15秒 之後呢 就會變回 最大的 那個 強模式 一個循環 那他就覺得 如果 這個 頻率 可以密一點 可能每個 period 縮短一點點 那他會覺得 會好一點 不過他都說 雖然是 他覺得 頻率 長了一點點 但是呢 都真是 這個波浪模式 都真是 延長到那個 凍感 冰冷感 都是有幫助的 不過就 不完美 而他的意見呢 就是 開頭用的時候呢 就先調做最大的 mode 就是強模式 那到開始 覺得 那個冰冷感下降的時候 就 轉回 波浪模式 這樣就可以發揮這個 尼克庫拉尼歐的最大功用 而另一位 用家呢 就是我老婆弟弟 Kelvin 那 而他覺得這個 尼克庫拉尼歐呢 是有作用的 那 最主要呢 就是 幫助這個 頸部和頭部呢 降溫的 那 從而呢 令到你 整個人呢 沒有那麼容易出汗的 或者出汗少些 所以他說 怎麼都有一定的幫助的 而我老婆小玉 就真的試了兩款了 那他就其實覺得 兩者呢 那個分別 就不大的 就是兩個 強模式和舊的一代呢 其實是 一樣的 他覺得 而他覺得 那個波浪模式 他就不覺得 怎樣可以 延長到那個 動感了 雖然這樣 那都真的 有幫到 去降溫的作用的 一般逛街啊 的時候呢 他就 建議較強模式 有輕微冷氣地方啊 就是可能 辦公室啊 或者 在巴士上面啊 那些冷氣不是非常夠時候呢 那他就轉回 弱模式 會非常舒適的 那當然這個是 因個人體質而異 那他就覺得 主要 新一代 比舊一代呢 就是這個 有這個 有這個 開關鍵啊 或者這個 調教鍵啊 始終如果舊一款 那個model呢 他要插進去 尿袋就馬上 著 你要懂呢 就要拔走 條線 離開那個尿袋 那其實對他來說 覺得 不太方便了 始終這個 要拔拔插 那這個呢 就長期插著 按這個按鈕 始終真的方便很多 還有 有一個 模式調教 在不同場合 用不同的mode 那他都覺得 一個 有用的功能來的 再者啊 就是 因為 新一代呢 其實是 便宜過舊一代的 舊一代是 8000日圓左右的 而新一代呢 就是6000日圓左右的 那證明他是他 那當然是 選新一代啦 而另外 也有一位 試用的 朋友 因為他見到我 戴了 其實我一早已經 傳了招給他 而他當日見到我 戴著這個東西的時候 還以為 這個是 耳機的耳機 他說 你敢戴在鏡子 聽到嗎 真的笑死我 那他知道這個 原來是 冷凍器 他就馬上試了 他剛戴上去的時候 就覺得 是涼的 不過又不是非常涼 但是戴著 越戴越久 他就說 不是喔 都OK 真的 就是戴上去 是涼針針 挺舒服的 那到他真的 試完了 那他就說 小林 你再買東西的時候 給我買多一部 哈哈哈哈 那他都覺得是 有一定幫助的 真的有用的 那再者 這個東西 都是 6千日圓 為港幣 都是四百多元 又不是真的很貴 而且這個 真的方便 輕便 輕巧 方便 那他就決定 入手了 那以上呢 就是 其他人的 意見 其實我的意見 都跟我這幾位朋友 用的 意見 都大致相 都是大致相同的 有開關鍵 這個 都是真的 非常方便 重點來的 舊一代帽 那他那個 戴上去 是有一定幫助的 那都有一句 強調 那他只可以 是幫助到你 降溫 一些 而不是 完全 可以令你 全靠 沒買的 用家 真的要 記得這點 那他那個波羅模式 就是 我又 覺得是有一定幫助的 那至於 你說 是不是真的好像 我朋友阿Dee 那樣說 是不是高頻率一點呢 會有作用呢 是不是會好一點呢 那這個我就有些保留了 而最後我再給多一點意見 你戴這個時候 剛才提到 其實 除了波羅模式這個 其實 再有效一點 其實我覺得是真的 但是 你開始 戴這個位 習慣了的時候 那其實你 二上一咳 立即 就會有個 冰涼感 因為這個位 這個位 還沒在凍 所以 就會立即 好像開頭一樣 哇 涼滲滲 而和這個 不同的位 其實達到那個 冰涼的效果 比你的波羅模式 就來得更大更有效 那 最後來的總結 舊用家 究竟 值不值得 買一室一袋 那 當然啦 先取決於你 有沒有閒錢 如果沒有閒錢的 我覺得 用這個都可以的 但如果有閒錢的時候 就看看你想不想要 再方便一點 那你覺得這個方便 和波羅模式 值不值那四百多元 那站在個人立場呢 如果我在 有 有一個模式的時候 為了不製造多一件 電子垃圾呢 我是不會買新一袋的 本身不是用家的朋友呢 那究竟值不值得 入手這塊呢 那其實取決於 你那個要求啦 那如果你真是 一心想著 涼到你 大幅幫你降溫的 那這塊東西呢 就真是幫你不到啦 那如果你是 那你真是接受到它 其實只有 只是 減輕你那個熱度 幫助你 降少少溫呢 那你這塊東西呢 就真是值得入手的 因為始終 買東西大家的那個 目的啊 要求啊 都不一樣的 只不過 所以我這個介紹就是 盡量給大家多些資料 盡量給大家多些資料 再給我一點點意見 那大家再去思考 是不是適合自己 是不是真的 自己有需要 好啦 最後大家可能很關心 啊我真是想入啊 那在哪裡可以賣啊 那暫時香港呢 有一些網站呢 是有得賣的 那以我所見呢 就見到JC Shop啊 Gif You啊 有得賣的 不過價錢呢 就要成近一千元 就是九百 那而我自己呢 就在這個 日本的樂天網站買的 那就五千九百八十円 已經連稅的了 那我就用了一間叫 GPSSHK的集運公司 因為本身這塊東西在日本呢 某些地方呢 就免運費的 我就把這塊東西送到我集運公司 在東京的地址 集運公司收到之後呢 就會幫你運來香港的了 我一樣買了三部 那運回來香港 最後那個費用呢 就是六十四元 那為回呢 即是二十三元港幣 那而我這塊東西 當時用當時的匯率呢 五千九百八十円呢 就兌回港幣就 就四百六十二元 這塊東西的運回來 買回來的總成本呢 就是四百六十五元啦 那對比剛才那個網站呢 便宜一倍有多 從買到收到 都是約七至十天左右 那都非常之快的 樂天的網址呢 和集運公司的網址呢 我都會打在 影片下方的說明裏面 那希望我的介紹 可以幫到大家省一點 無謂讓人吃水這麼深啊 這條開箱加十七片呢 就到這裏了 不知道大家看過這條片 對這東西是不是認識多了呢 又會有興趣去入手呢 在這個越來越熱的香港呢 真是非常之惡定啊 所以這塊呢 我覺得真是夏天的恩物 好啦 那就講到這裏了 那最後記得訂閱 給like share 留言 支持小弟 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 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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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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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在這裏 american 接ent 嗯